哈囉各位親愛的朋友晚上好 我是爸爸超人 那等一下齁 等一下的話就要打這個國戰齁 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對於這個視頻切換 這個功能應該越來越是齁 就是想要針對不同屬房的朋友 就是切換這個比較適合的一個小兵來打他 但是這個功能的話目前是有些BUG的齁 如果說你一直切換小兵的話 你小兵的血很快就會沒有了 我之前影片的時候我有提到過 但是不是很很重點去講 所以我怕那個官方這邊可能不清楚 所以我這邊的話就是特別拍個影片做個紀錄齁 給他們看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目前這個 這個是我第二組兵這個小兵的血是滿血的 那我剛剛第一組兵的話我也是滿血的齁 我現在換過去 有沒有看到他血變少一點點的 我現在再換回第二組 再換第一組 再換第二組 再換第一組 再換第二組 再換第一組 再換第二組 有沒有看到這個血啊 這個血幾乎快見底了齁 甚至第二組也不見了齁 第二組兵我按的話也沒有反應齁 齁 他寫說以穴下所有士兵齁 以穴下所有士兵齁 第二組的話也不見了 大概是這樣子吧 所以各位朋友就是你們在使用上的時候 一定要小心一點 一定要小心一點 尤其是針對這些 可能國戰想要追求高人討的一些朋友玩家齁 那我的話我是比較隨性的 我給各位朋友看一下 我已經玩了幾天了齁 我玩了第280天了齁 快290天了齁 那我的國戰人討數啊 目前還是處於一個很低的狀況齁 主要是因為統好的關係 加上我的操控技術也不是很好 成就 然後在這個國戰軍威這邊 然後兵龍相見 這邊的話還不錯齁 現在就是 你從以前到現在 你的人討數一目了然齁 那我目前的話進度是389 代表說我玩了289天 那國戰也不知道要打多少場 總共人討數是389 我目前的話是比較偏低齁 是比較偏低 但是我會努力加油的 OK 那 目前的話是不是有這個功能 就是 這個 武器切換的功能 那其實這個功能的話我覺得蠻好用的一點 就是說你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擴充的背包 譬如說你可能不小心打到了一個盾牌加一個劍 你就可以把它放進來 你就可以把它放進來 假設說你沒有空間的話就可以放進來 當作一個備用的空間來用 那這個武器切換的話 我本來是想說 是不是連身上的裝備可以換齁 但是我試起來是不行的齁 是不行的 所以我估計未來應該會出一個東西叫做 裝備切換 因為很多朋友可能有很多套屬房的裝備 那可能有火防裝 鮮防裝 水防裝 腰防裝之類的齁 齁之類的 那以後的話我估計應該會出這個 裝備切換吧 就是讓你可以針對一個 一些比較不同的環境去切換你的裝備 就不用像現在一樣就是 你要切換裝備的話 你要一個一個去換 一個一個去點齁 我估計應該會出啦 遲早的事情 好啦那我現在就是要去收拾碗塊 要去洗碗齁 晚一點看可不可以打國戰齁 祝福各位朋友晚一點 國戰愉快 掰掰 拜拜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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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